早上起来 今天外面凉一点 16度 室内19度 外面下了好大的雨 今天一点山都看不到了 远车的山都没了 我们要赶快出发了 去过去跟那个房东 去谈一下那个房子 房东刚打电话已经快到了 我们也要出发 看 今天就穿着薄熙和的 这个冲锋衣 下了这么大雨 跟穿雨衣似的 一抖就没了 简单打着伞 然后我一身 都是薄熙和 裤子上面 全是冲锋衣 所以也不怕零 想咋零咋零 我们要赶快赶过去 你看好那个石头 抬起来的那种石头踩 不然那种踩水空里就湿了 哎呀这个雨下的 卧去这么深吗 怎么那么高 哈哈 怎么办啊 这溜边吧 靠边吧 这怎么走 走不过去了 打扮 湿就湿吧 我背你 你算了吧 我湿就湿吧 湿透了 哈哈 要我背你吧 哈哈 啊 好凉 来吧 我背你吧 这边 看这里面 这都雪山水 都满了 山上下来 这也是我喜欢 丽江的 跟大理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 丽江的话 它这种复古建筑 保留的特别完好 特别多 你要现在去大理的话 基本都是民居了 基本都是民居了 所以还是 比较来说 丽江更有特色 房古建筑 还有这种 老式的古建筑 都保留的特别好 这比较完美 现在跟房东在这聊了一下 这边的话 是可以 弃房子 弃层两层 然后这边的话 要去批 不想批的话 这里就按照人家那种 丽江小院的风格 给这里做成茅草屋 茶屎 然后门口那边 可以停两台车 停两台车 再过五年十年 这次又给我们 铁个延楼 铁个延楼 好了 这个院子 谈的差不多了 然后 回去 他跟他女儿商量一下 够了够了 加这一点都够了 对 这一点才都够了 我那车也没那么宽 我的车也就两米多 这现在应该有三米了吧 舒服都可以开地区来 对 这边是必须要拆 对 不拆就可以 对 那边拆了 给他往里面挪一点就行了 还在院子里摘了几个苹果 对 今天看不到 我昨天来看 能看到玉龙雪山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 后面是没有任何遮挡的 它后面是一片地 你看有些房子 后面在村子里面的话 它后面都是被遮挡住了 然后后面这片地 是不盖房子的 他们都用来做菜园了 这样的话到时候上面的话 直接装几块大玻璃 旁边那边盖个 一楼盖个厨房 二楼盖个阳光房 后面整个就玉龙雪山 现在房东要带我们去 他那个大院子看一下 这栋也是房东的 门口直接小桥流水 直接可以把水 引到院子里面去 你看 这一块是我的 这都是你的 这也是 这一块都是我的 这也是房东的 哈哈哈 你看 这家石头提起 那边还要吐子15万 就把柳间的标准间 嗯 外面的洗手间 啊 外面的洗手间 柳间已经阿扒好了 但是要 改机 要提下去 啊 柳间的那个没柳起了 就像这 随便挠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要提点要吐子一点 这个也大了 标准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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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家好多的 你们要那么可以摘呢 不要不要 吃不了 哈哈 尝一尝就可以 这几天吃啊 这时候还都没吃 来 进去 我给你去 来 我给你去 哎 我给你去 你看 这个多大 我给你去 你看 我看一下 你这个刀子打住 你夹多了 你再进来 看看 我看是比那个刀 每天都比在那个刀子打得多 高度又大 哦 这个房间要大啊 高度又大 高度又大啊 高度又大 高度又大 你看 这个房子 房子都是一直到那个房子 一直到那个房子 一直到那个房子 然后看一下 那个是老房子吗 是吧 对啊 那个是没 要下转嘛 都不要 把菜 嗯 要 提醒呢 摩托把也可以 谁租了 那个可以改造成一个喝茶的地方 对吧 上面已经搭好的 对啊 你看 一直到那个房子 说 把子都是我的 一直到那个房子 嗯 这个院子大 对 你得过法家吗 你看 老家也可以连起来 老家还没有租出去 哦 他这个就是连在一起的话 适合开客栈呢 这里也是六间房 他们一般的话都是从一间房一直到我脚下这边 这边柱子都全部都包起来了 连在一起 三间 下面三间 上面三间 但是纳西族的话 他们这边的话 风格都是 盖房子不会坐里面坐厕所 都会在外边单独搭厕所 所以说 这种房子自己改的话 可以在后边改个厕所 前面放床呀 中间都一直到 一直到前面 这样一个就还横过来 一间房也是挺大的 这个院子大 把那个一拆掉 整个这是一个大院子 相当的大 这个要比我刚才我那个 就是我要坐的那个 要大 一 将近一倍吧 要大一倍 这应该是 一米一亩多 一米一亩半的地左右吧 他们这边都是这样大柱子弄的 挺好的 还有四间老木头房 那边四间老木头房 就这 还有自己一个过园 这个自己住也挺好 还可以跟隔壁 一起租下来 搞客栈 整个这么大 那在白沙的话 也算是一个大的客栈了 旁边就白沙鼓着 对 一个大年老板 他就自己百万年老婆 对啊 就搞成一个大的客栈 远景又好 这边还是看御龙雪山 站在院子里就能看 御龙雪山今天在那边 被遮挡住了 今天下雨 现在下的还挺大的 然后从这条路往下面走 三分钟就到那个 白沙鼓镇的鼓镇里面了 而且这边住着特别安静 旁边也开了很多的这个 高端客栈 在这房子往前面一点点 开了很多高端的客栈 院子就在那边 从那边走过来 然后从这走过去 走到前面那个车那边一拐弯 就到白沙鼓镇了 很近 那这边也开了客栈 这边都开客栈了 因为它就是跟 它就算是白沙鼓镇的边 挨着白沙鼓镇 就挨在一起 从那边拐过来很近 走路这就属于白沙鼓镇了 然后那个前面那个黑车那里 拐过去 就是最热闹的白沙鼓镇街道了 很方便 没事的晚上吃完饭 出来溜达溜达 就可以到古镇转一下 而且房东人还很好 好多院子好多地 就从这条路出来 然后拐过来 这就是白沙鼓镇的热闹的街道了 往这边一走就是白沙鼓镇的那个白沙 那个大门的两字 就很热闹 这就白沙鼓镇了 嗯 这样去哪里 开业的 我一直都是 全部都是 全部都 上面也是 在白沙鼓镇这个街道的这个餐厅也是老玩的 也是房东的 一直都是一点都没有动 我哥我看他自己做饭 啊 他没有转了一点 这个都是院子 我原来是院流进来 那里是吧 其实原来是我关牲口的 啊 关牲口的 养鸡养牛 养鸡养牛的院子 哈哈哈哈 那个差距了 门上的先生先生没告诉我 哎 后面下面是一个一个交告的 两个院啊 一下 嗯 嗯 房东说我们租的那些院子 这是他们的新房子 然后这边的话 都是他们家的老房子 这门口就是白沙鼓镇 呃 主街道 这个房子也两百多年了 上面 看 两百多年的老房子 上面这些窗户 嗯 很老了 这上面两百年的 一百年一天的 这个白沙 这么老的牌子 上面有了 古建筑 哈哈哈哈 你看看没剁那个 木头 这是很老 这一走到白沙鼓镇 到处都是房东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能不能一起好好的玩家 嗯 两百年一家铺的 这个石头都没有动 你看 原来是这一块一宽 差不多 哦 他上面又加了一层啊 这个都是两百年以前的 底下那一层啊 嗯 大户人家 叫人家 啊 大户人家 哈哈 确实是大户人家 哈哈 对啊 这住房子是 北京有鸡饭脚的 所以住房子是 真的没有 对 没有 在现在都少了 人家现在住的是别墅 哈哈 今天他 今天他自己 一直闲着 一直闲着啊 他今年又来 我们一直没有 今年白沙鼓镇 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啊 大爷感觉 和那个树河的人 都没这边多 嗯 今天白沙鼓镇人少一点 昨天我来的时候 白沙鼓镇人山人海的 因为今天下大雨 这会儿刚刚不下 你看这里面的水 下得满的 我这鞋啥都是透透的 他把袜子都脱了 全是石头 不过这衣服确实挺好 穿成这 他都打了伞的 我一直都没打伞 我一直都没打伞 就穿这跟个雨衣一样 一滴水也进不去